请大家帮我选一下这颗球 然后到那个Scrip这边 有没有看到 Scrip这边 好 那目前为止呢 我们这很明显的 就一个Scrip在这里 好 但是你会发现 为什么其他参数里面 都有一些选项跟资料 那如果说我的程式 也要类似像这样的东西 没人规定说我分数 一开始一定要从零分开始 对不对 说不定我要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 做一个就是 从一百分开始计算的游戏 可不可以 可以啊 那请 如果说各位要做 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当然 这边可以从一百分开始改 可是这样的话 那你程式就是 就是hardcode在你程式里面 你每次要改分数的时候 就必须要重新compile 你的程式 不合理嘛 那一般来讲的话呢 如果说你想要 从 写一个很棒的class 然后可以让大家 可以去呼叫 然后便据去修改 它里面的参数值的话呢 请要把你的变数前面 加上一个public这个字就好了 然后我们safe一下 好 各位可以试试看 在整数前面呢 在你的变数前面 加上一个public 那我们再回来干嘛 回来请大家稍微回来 看一下你的这个Scrip这边 有没有多出一个 诶 选项耶 有呢 这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各位呢 可以透过这个UI的方法 可以去设定里面的一些参数值 变成说 各位如果说你们 程式越写越复导的时候 不太可能每次都去动它程式嘛 或者说你想要把程式 交给其他人去分享的话 那各位只要从这边去修改就好 比如说分数开始 从一百分开始算嘛 那以后就从一百分开始算 就好 那它的关键部分 就是一个public 那如果说你把public拿掉 改成private的部分呢 各位就会发现呢 保存一下 save一下 那各位就发现这个参数就不见了 所以有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当然越写越多的时候呢 希望有些变数值 可以让很多人直接去修改的话 记得前面加上一个public 然后记得就多出一个按钮 好 这边名字呢 它很聪明哦 这边名字 大家会 名称会稍微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不要吓到 各位如果说写什么scopecolor的话呢 它会把它分成两格 那中间会加上一个空白 没事啦 这只是一个命名规则 但是你在这边修改的资料呢 它实际上是会填在这里的 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这样的概念好了 好 再回来 那么呢 我们能不能碰到这颗球呢 分数加1呢 可以嘛 怎么加1 就是 这个变数等于这个变数加1 或者说你想一次算10分也可以啦 没人说规定一次算1分嘛 好 那既然我们把这个碰到的时候 把分数加1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那我画面上怎么去显示这个分数呢 很简单啦 各位 各位就把这个变数的名称呢 直接把它显示在上面就好了 用加法的方法呢 就把它加上去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的scope部分 看到它要怎么写 看到它怎么去设计你的游戏 比如说分数等于这个变 加上这个变数 意思是什么 到时候呢 我们自串的时候就有个两个相加 加完之后 就各位就看到那个资料了 好 那我们来试试看 我们是不是真的很顺利的做到这件事情呢 各位 要safe一下 然后看看你的程式 是不是 哎 左上角那个数字 哎 从可以从0呢 变成1 啊 等一下 啊哈 所以发开始的时候 哎 原来0分 碰到时候变1分 耶 有没有 有 所以呢各位 从这样的方法呢 就可以知道我们怎么样去透过碰撞的trigger的方法呢 哎 可以去做一个分数的计算 越来越像啦 啊 越来越像篮球游戏啦 啊 请大家稍微跟一下到这个状况 然后试着了解我 柯老师在说什么啊 虽然如果有些 如果说不太了解的话 给大家的pdf档讲 里面呢 事实上是有 好 这一段的部分在539页这边 然后也是一样 哎 大家记得如果要洗洗手的话 等下自己离开 好 不好意思 好 差不多了吧 好 那接下来呢 哎 我们的篮球游戏看起来越来越像嘛 好 那刚开始跟大家讲的三部曲 对不对 第一个是画面嘛 哎 哎 第二个是UI的部分 然后第三个是游戏逻辑 那很不屑的是我们游戏逻辑先写好了 那我们UI的部分呢 就是跟球互动的这个动作呢 那我们怎么去写呢 嘿 那我们这边呢 哎 请大家稍微帮我做点小小的动作 首先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哎 如果大家没时间的话 我们直接看讲义的 第几页 哎 就是跟他讲义的 542页这边 嘿 这边有一组API 那我们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 好 这什么东西呢 就是 RageBody 什么叫RageBody呢 再给大家碎碎念一下 哈 我们这颗球呢 哎 刚刚透过Component方法 不是在Fizical这边加上RageBody 意思什么 就是一个 哎 就是牛顿定律的一些物理运算的部分嘛 所以呢 它当然也有一组的API 是控制这个 物理运算的方法 所以它的名称叫RageBody 没错 所以从RageBody里面呢 它有一个动作叫什么 叫做Focus 什么意思 加力量 哎 没有错了 我加上一个力量 然后这个力量呢 哎 各位从后面这个参数呢 可能会把你吓到哈 这意思就是说 你当然可以写SYZ 这是一个方法 但是你会发现 那个比较不好算 所以我们在这边的算法就是 哎 我们往上面的时候呢 我们乘上60 什么叫往上呢 就是现在系统的物理 哎 你到时候可以一口气改变整个 呃 没人规定那个重力加速度是3.1 哎 是3.1 哎 牛顿定力 我忘记了 对 没人规定那个牛顿定力是什么样的一个重量 重力加速度 哎 当然你可以 那我们可以回来问系统说 哎 系统啊 你现在的那个重力加速是多少 那我们读过 Fortest 什么叫Fortest Fortest就是所谓的SYZ三个空间的选项 那我们刚才讲三个空间 像我要往上这空间呢 乘上60 然后往前面的时间呢 加上16 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我等一下呢 这颗球它会往上丢60 然后往前丢16的力量 然后把它丢出去 好 那有看没有懂吗 那我们请大家呢 先把这段文字 我们先抄一个就好 哎 哎 把各位的事情搞混 我们先抄一个往上的力量 乘上60 然后看看 放在哪里呢 我们先把它放在 嗯 看大家喜好啦 我们先统一的放在 STOP 哎 就开始的时候呢 它就是有一个重力加速度 然后往上的时候 推60 的一个力量度 对上 对上去 所以这个时候你把程式放上去 Safe一下 各位就会发现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就是这颗球呢 哎 突然就会往上掉 哎 就会往上跑 60 好 那有些人会问说 哎 柯老师 你在说 啊 哪有啊 怎么 他怎么没有往上跳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没有往上跳有几个原因嘛 第一个就是 你数字太小 那我把数字稍微拉大一点点 把它变成6000好不好 好 6000 然后各位就会发现 这颗球呢 哎 就会像疯子一样 不知道飞到哪里去 哈哈哈 好 这是一个方法 啊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哎 各位在这颗球上面 RageBody 不晓得有没有看到 有些参数 有没有看到 这个参数事实上是有意思 意思是代表说 你这颗球的重量是多少 那呢 Mass Mass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几公斤吧 那我们 它的数字范围呢 事实上是从0到1之间 那我们把它稍微再往下掉一下 掉0.1 哎 好 那代表说 这颗球的重量呢 事实上是比较轻一点 好 那我们把它这个重量 调整一下 哎 这个球不知道飞到哪里去 好 我再调一下 好 哎 就是调整0整1的时候 发现这颗球呢 哎 又可以往稍微往上跳一下 然后再往下掉 哎 看起来比较漂亮 好 所以呢 在这边跟大家碎碎念一下哈 第一 你可以把这个数字稍微调大一点 这是第一个方法 第二呢 你把这个球的重量呢 稍微减轻一下 这是第二个方法 所以看各位的喜好程度啦 嘿 就是说你你你挑 你挑的时候 如果没有调好的话 可能到时候 后面的演算方法会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你自己看看 你要是要把 哎 你的数值呢 层高一点 还是说把你的球的重量呢 往下掉 啊 掉是0到1的距离 所以你自己算一下 看你要多重 好 给大家稍微玩一玩 好 玩 事实上它有上下左右 呃 这几个参数 你们自己调调看 好 看看有没有比较特别的感觉 好 蛮好玩的啦 所以以这样的概念来讲话 等一下碰一个 呃 会写一个 然后其他都 OK 我等一下到他那边查个 去 往上 走 参数 去 火力要太小 我们就把袖子上 要再加拿一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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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时间的话呢 你可以再帮我把开始的部分 从往上的时候呢 然后顺便再往前一下 才比较像是偷懒 对不对 除了往上面之后呢 那我们再加上一个往前面的一个动作 然后看各位要乘上什么样的数字 自己调一下 然后依照我们讲E的 Full word 奇怪没打出字吗 怎么会有点 打两个点 Full word 意思是什么 往前投篮 这个动作就可以顺利的 透过这两个参数呢 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像样子的一个效果 各位就看到这个球就可以 往上面投呢 然后顺便还会往前投 看看 顺便测一下 顺便测一下 好玩好玩好玩 要像样子了 发现越来越像那个篮球的样子了 好 这个时候为了增加你的游戏难度呢 我们等一下可能就会透过一些小小的动作 改变这两个数字了 才会像真正玩游戏 你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一下 把那个球呢 稍微往后挪一下下 比较靠近你的摄影机的镜头 意思是说你的主角的位置 好 给大家30秒 然后我之后再往下 蛮好玩的 越来越像样子了 然后接下来再把一些细节补充上去就可以了 好 因为时间上关系 如果说你要洗手 你就自己离开牛线 因为我只剩45分钟而已 好 那么这就继续好了 我相信很多同学现在我应该玩得很快乐 但是发现现在有还个小小的bug 那个bug还蛮有趣的 就是你会发现这个球呢 怎么那么神奇 还可以把那个篮宽给透明透过去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呢 要怎么去做 那我请大家呢 再回想一下 回想什么呢 我们checkpoint的部分 checkpoint不是各位所加的一个正方形吗 我们刚刚不是有做一个什么 it trigger动作 然后我们把it trigger拿掉的时候 各位发现他会 这颗球会干嘛 这颗球就会停在那个checkpoint上面嘛 所以我只增加大家的影响 再把它拿回来 所以同样的东西呢 我们的这个在 这个篮筐里面呢 它有没有一个东西叫什么 collider的动作 然后有没有这些东西 没有嘛 各位发现我们的篮宽里面 事实上没有这样的东西 那我们能不能帮它去加一个 类似像刚刚的那个checkpoint的 那个小小东西呢 可以 也是一样到哪里 到我们的component这边呢 去找一下那个什么呢 在物理的physics这边 去找一个 它有好几个collider 到底要选哪一个呢 我稍微花点时间解释一下 第一个就是正方形的碰撞系统 第二个是圆形的 那我们今天呢 我们这个东西呢 如果3D模型的话呢 我们要用哪一个 就是依照现有的3D模型的match档呢 去做碰撞的动作 是的 没错 所以请你呢 先选一下你的3D模型 然后呢 去加上哪一个 去加上我们现在所选的 这个match collider 好 把它加上去 好 这个时候再去run一下 你就发现 那我栏框中可以撞到啦 好 这个时候可以撞到栏框 好有感觉喔 卡住啦 卡住啦 不错啦 也会卡单就很好了 再碎碎捏一下啊 我刚刚讲的是 先选栏框 然后把component部分 fix 然后选叫match collider 哎 就可以有个碰撞动作 还越来越香了 废妇 啊 记得啊 有空 没空 safe一下啊 哈哈哈 因为我知道unit 有的时候会 当你程式越复杂的时候 它会比较不稳定 所以记得要保 要safe一下 好 那如果有什么 现在如果有说卡住的话 麻烦举个手 然后我过去帮你看一下 好 太棒了 太好 太好 果然学弟学弟 学弟真的超厉害的 目前为止都很顺 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 所以目前为止呢 篮球会碰到篮球框 然后呢 看起来它都还不错 那接下来就是 那我们为什么每次投球呢 它的力度都一样嘛 对不对 那这样子不好玩了 每次都是这样子这样子角度 那我们能不能像各位在什么夜市里面 各位如果是夜市的话 他会去投那个什么10块钱 24块钱那个投篮机嘛 那变成说你每次在投篮的那个动作 那个力度可能会不太一样 那接下来呢 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那我怎么样去把那个力度 稍微用UI的方法 让它去调整一下 好 所以目前为止呢 投篮有反应 然后篮球如果卡在篮宽上面的话 我会建议就是稍微把篮宽稍微再打 就是稍微你的篮球架稍微大一点点 就是各位发现 绝大部分在玩的时候 你这篮球可能大部分都卡在篮宽上面 因为不好意思 因为当初3D模型是这么建的 有几个方法你给把它据集到这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稍微再把这个篮球架稍微再撑大一点点 让刚好就是我们篮球可以从这个篮球框打上去 不然的话呢可能就是请美术人员把这个篮框给 篮球的网子给移除掉了 这也是一个方法 或者说你在分开装 分开两个模型档 一个是篮球架的一个模型档 另外一个就只有篮球的网子的模型档 然后记得篮球的网子就不要加上Mesh 这样的话就不会碰到这个小bug 好 越来越像啦 那我们接下来呢 那请大家呢 要去做一个小事情 什么小事情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结果 让大家知道我们等一下要做什么事情 这个结果是什么呢 我能不能设计一个小小的一个能 那什么能力表 力量表 力量的一个集气表 应该讲集气表会不会好 一个集气表 那这个集气表呢 可能会依照乱数这样往上跑 往下跑 然后当你按下去的时候 它就依照你各位在这边所集的气 然后去决定说你投的力量大跟小 好不好 那我们用这样的方法来跟大家讲一下 那我们怎么去做这件事情 好 第一个部分 我先看一下怎么说会比较合适 让大家比较容易懂 好 那我们先来给大家看看 我怎么样去产生一个能力表 像左边一个能力表的部分 我们刚刚不是在GY这边不是写了一个叫做Label的部分 就是一个文字的部分 那它有没有一个东西叫做 像是 我们借用一个叫做Skobar Skobar如果说大家玩过其他语言 它应该看起来有点像是 现在在这个框框的意思 这个框框的意思 那我们借一下那个框框的意思 然后去调整这个Bar 那我们请 对不起 我耶稣跑掉了 好 那我们请大家先把那个讲义的那个GY的那个Bar的部分 稍微把它调整一下 对不起 跑掉了 有意味跑掉了 我再找一下 好 那我们的UI的部分 请大家在依照我们刚刚Label的部分 帮我加上一个小小的那个指令 那个指令叫做这个 就是各位在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PDF档 如果懒得写的话 就把545页的这一个 Unchewi Vertical Scobar的这部分 就Copy Paste贴上去就好了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除了原本的文字的部分 再加上一个就是一个上下可以拉的那个选Bar 可以栏位的部分 然后调整 然后呢 它里面有三个参数 好几个参数 第一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我这一个篮球 就是我那个横Bar 它的S跟Y的位置 宽度跟高度的位置 再来呢 这个各位可以先把它改成是一个固定的数字 意思是什么呢 现在的这个框框到底是0到100之间它的范围是多少 各位可以调一个叫0到100的数值 然后这边呢 这是什么宽度高度 就是宽度高度跟那个线带数值 那我们稍微 Copy不过来 贴在别的地方没有用 一定要贴在哪里 Unchewi的部分 然后我们请它呢 我们稍微改一个叫100的这个数字 100的数字 好 Save一下 让它意思是什么 我要去显示一个有上下bar的一个篮球框 变成我的机器表的一个框框 好 那我们看看有没有一个机器表 有 在上面 这机器表能不能动 目前我只能不能动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把这个数字给调死了 各位可以发现 各位可以试着去改一下这个数字 然后意思又说什么 意思是说我们的机器表的能力 能力值到底是多少 各位可以发现是 事实上是0到100的一个数字 可以 你会发现这个小黑黑的点点这东西 事实上是依照你这个数字的一个状况 是改变不同的位置 所以我们知道 你力度表大概是从0到多少之间 应该是0到100之间 那0到10还是0到100 我看一下 看起来是0到10之间 看起来是0到10之间的一个距离 好 OK 看起来说发说滚 太好了 那接下来第二个部分就是什么呢 那我们要去产生我们这个能力表 这个能力表等一下会把这个变数的部分 会各位看你们游戏的情况 自己可以手动或者是 我们用取乱数的方法 让它乱跳 跳完之后 自己再去干嘛 做一个发射动作 然后把这个数字 跟我们这个什么 这个机器的动作 力量 这力量的动作会成一个正比 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投篮的动作 好 那我们既然有这样的概念之后呢 我们再往下动一下 因为我们等一下会动态的会去改变这个 这个 这个机器表的那个力量程度 那请大家呢 也是一样 那依照我们刚刚我们取一个变数的变数 啊 我们取一个变数 然后把它调整成这边 啊 意思是什么 我做一个叫做 v bar的一个数字 就是我到时候力量的一个表格的数字 然后呢 这个数字事实上会依照我们的程式里面去做修改 所以也是一样 把第二个参数呢 把它变成 哎 那个 哎 那个数字 所以意思是说我们等一下呢 依照 我们只要去改变这个变数的变数里面的数字 然后当然我们就是我们的能力 bar 里面那个那个程度就会变得不一样了 对不对 好 好 OK 好 接下来呢 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五百四十六页这边 有一点点小小的复杂 哎 但是这个东西要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刚刚不是请大家做一个什么 啊 体力 bar的部分 然后我们希望到时候我们是怎么做呢 嘿 这个bar呢 可能是 集气 然后集气到满的时候又掉下来 然后 啊 掉到零的时候又往上跑 然后我下掉 所以呢 等一下 哎 学长这边呢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什么 哎 很简单的一个演算法的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什么呢 这没什么 这只是一个 哎 先给大家一一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啊 第一个叫做time 打delay time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那意思就是说 我取得现在的时间 嘿 去做一个成 相乘的动作 啊 这个有看没有懂 没关系 我等一下 等一下再用内容方法跟大家解释 它是一个系统的API 会依照用户的 你的 因为每只手机 大家也知道 它的CPU执行速度快跟慢 会差很多啦 所以呢 它自己就帮你计算一下 哎 现在这只手机 看起来比较 比较两光一点 它可能跑的速度比较慢 它就用系统时间帮你算一下 现在这个时间点跟上一个时间点 大手跑了几秒钟 它依照这个时间点 这样的话 各位 各位说写出来的游戏呢 哎 这样的那个速度才会比较一致啦 不然的话可能 呃 像现在有卖四核心八核心的那个游戏 可能根本就不能玩了 根本就跟飞的一样 所以再来呢 我们看到 哎 它去做个零 哎 去计算一下 哎 现在这个BAR是往上跑还是往下跑吗 所以呢 哎 如果说这个分数呢 是往上的话 我们就变成一 往下变成零 所以变成说我们动态的去改变 哎 依照这一还是零的动作呢 动态去改变什么 改变了哎 等一下这个BAR是往上跑往下跑的一个计算流程 啊 这个搞不懂没关系 反正重点就是 它会去影响到我们刚刚会去调整那个BAR的上下的动作 啊 啊 如果我们 呃 因为时间看关系 有兴趣可以慢慢看哈 不然的话 请大家呢 把它复制到我们update这边 意思什么呢 意思就是说 我们每一次呢 我让我画面更新的时候 我就跑这个程式流程 啊 这个程式流程呢 是动态的去调整一下 我们现在能力BAR上面那个能力表呢 到底要多少力量 啊 那我们先把它加上去 然后回来 让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哈 然后再回来解释程式会比较清楚一点 好 记得把变数加上去 就是 我们这边有个小小的能力BAR 然后每次画面都跑进来的时候呢 它就会一直更新更新更新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BAR呢 上面就会往上跑跟往下跑 好 我先弄一次给大家看 以免大家在写的时候也搞不懂我在写什么 重点就是各位写一段小程式 然后去动态的移动 刚刚所看到的那个数值 所以你看到这个BAR为什么会跳来跳去呢 没有错 就是现在各位所打的这个动作呢 就是在做这个BAR 在往上跑跟往下跑的动作 原因就是依照现在系统的时间呢 做个累加或者是个累 或者做一个递减的动作 去调整我们这个力量BAR的这个UI的部分 到底是要往上加往上减 是这样的一段逻辑动作 我相信各位那么 各位学弟一定很聪明的 自己可以自己用自己的方法来写 重点就是改变这个变数的数值 可以影响到我们等下的GUI的这个力量BAR的动作 它的逻辑是这样子 方法写的出来都是好方法 没有说哪一个是最好方法 只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在这里有用到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变数值 各位如果自己写的话 可能会去做一个固定的数字 做一个累加跟累 就是一个比如说加一加加一这个动作 或者是减一减一减一这个动作 但是在这边学长会用到这个方法的原因是因为 我刻意的用时间差 就是现在这个时间跟上一个时间两个时间差 去做相乘或者做计算 这样的话 这样还可以确保各位在不同的CPU上面执行的速度是一样的 就是各位那个能力霸跑的速度是一样的 如果没时间你可以从PDF的掌上面copy paste 贴上去就好 或者说你可以用你的方法来写 那什么时候就呼叫这个方式呢 事实上是每次画面更新的时候他就会呼叫 所以意思是说一秒钟会呼叫三四十次是很正常的 一秒钟 所以这就是人家所讲的FPS 就是每秒钟画面更新的速度 他只要画面一更新就呼叫这个update 对不起update的这个方式 原因是他为什么会呼叫呢 原因是因为继承的关系 所以因为他老爸那边会去呼叫这个方式 所以你就把这个方式给抢过去 做一个画面更新计算的动作 越来越像了 有没有很兴奋 臉皮好一点 等一下做一做 Android应该可以丢 Facebook应该可以丢一下 iOS可能要缴99块 那个可能想一想 但是其他的你就到处丢 Facebook应该可以丢 我等下会 还有时间 我等下后面会跟你讲怎么去把它 转成不同平台上面的机器 太好了 好 把它copy的怎么样 看起来好像键盘停下来应该就OK 好所以 跑起来应该是这样 如果说有问题的话 麻烦就比照一下PDF档 应该是你哪里面超好 稍微看一下就好 好 那我们接下来最后一个最重要的动作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把力量表在那边跳来跳去 我们这颗球呢 为什么每次都是 这颗球呢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 它就往上跳了 就过去了嘛 对不对 不好嘛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说 让用户是当我们按下这个 就是我们滑鼠按一下 或者画面按一下 我们才去跳这颗篮球嘛 然后依照我们实际能力表去做 好 逻辑上是这样 所以听起来 听起来我们再改变一点点 改变什么呢 我又没有办法去判断 用户按下按键的那个动作 对不对 这样的话才就代表说一个投篮的动作嘛 嘿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如果说各位呢 我没有办法去判断 有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们事实上有个指令叫什么呢 叫Input GetButtonDownFile OK 好什么意思 有看没有懂嘛 Input的意思就是输入嘛 所以它有一组class 叫做Input 这个class 然后呢 它去做什么东西 GetButtonDown 所以就取得按键按下去的动作 那按键呢 它有好多按键可以做 那为什么一定要叫File1呢 那为什么不叫MouseDown呢 好 这是有故事的 为什么叫File1 那请大家先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选项 为了跟大家解释什么叫File1的部分 那个选项在 对不起我瞄一下 在Edit里面的Project Settings里面有个叫Input 那请大家先把那个视窗均打开一下 我先帮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File1 可能会大家有听没有懂 好 那如果说大家很把那个这个选项打开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它会跳起来一个A选单 然后我那个选单怎么没起来呢 我再来一次 好 就是Project Settings 然后打开 应该会有个选单 我的选单没起来 各位 对不起在这里 好在右边 在Expense这边 请你把这个S这边打开 你会发现呢 把这个选项上打开一下下 你会发现左右平衡的名称它叫Haki OK搞不懂吗 那很幸运的是你在这边有看到有个名称叫什么 叫File1 原来这个File1原来它名称定义的就是从这边定义来 定义进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File1在做什么呢 请你往下注意看一下 当你按下滑鼠的D0个键盘的时候呢 按键0的时候 它就会去产生一个叫File1的动作 有听 我知道有听没有懂 反正我们等一下可以试试看 它除了MOS0之外 MOS0之外 它还有一个叫Left Control的部分 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按下键盘 等一下除了按滑鼠之外 你的键盘Left的Ctrl的键一按下去 它也会产生动作 如果说你想把File1改成File2 可不可以 可以啊 那顶多它的动作就从按滑鼠的左键之外 它就会变成按滑鼠的什么 右键嘛 所以是这样的意思 它这样的定义呢 事实上有很多好处啦 就是说各位有的时候 虽然我们目标是在写手机版嘛 但是各位也知道PC那边可能有键盘 然后有滑鼠 然后很不幸的是还有人还用什么 还用摇杆嘛 摇杆这边有X跟Y跟Joyce 就是Key Number 如果说你想要全部支援的话呢 那事实上你只要用打File1 会比去侦测所谓的MOS0 会比较更好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柯博文老师在这边呢 用到的关键字是什么 用到的字叫做File1的意思 好 那我们来再试试看咯 请大家做什么事情 我们把Update的动作稍微往下挪一下下 挪一下下 那请大家呢 先把我们的Start这个动作呢 把这个丢出去力量的动作呢 请它往下搬一下 我们搬到什么地方 搬到所在Update的地方 什么意思 就是当画面更新的时候呢 它就呼叫这样的动作 但是你也知道嘛 不可能每次都是做一个Update动作 不然的话很好笑 我现在先不要吵哈 现在的动作会很好笑 现在的动作就是你会发现这颗球 不要飞到哪里去 为什么呢 因为它画面一更新的时候 它就施加这个力量了嘛 所以呢 这样的写法不好 那我们怎么样去改呢 当然就是用户按下这颗按钮的时候 才去加上力量的动作 对不对 这样才合理嘛 所以我再把Update的动作 依照我们PDF档呢 把它稍微改成说 那用户按下这个按键 然后才去做这个投蓝的动作 好 那这个时候请大家稍微操一下 把PDF档再更正一下 所以这个时候就发现说 这个球丢到这边 然后我按一下画面呢 它就会往上跳了 没有错 越来越有感觉了 越来越有感觉了 真的很好笑的是 因为这个球 有点投不出蓝框里面 所以你们可能要考虑 把蓝框稍微改一点 改大一点呢 要么就把蓝框改大一点 要么就把你的蓝球 改小一点 自己稍微改改 那会发现荧幕这样子 好 我给大家稍微改一改 但是现在各位 我相信大家那么聪明 会发现还有一个bug就是 为什么每次一按呢 这个球就会往上飞呢 那我们等一下再修这个bug 好 那请大家先做到这个动作 先把update的部分稍微补充一下 就是按键按下去之后 它做一个动力加速度的一个 这个施加力量的动作 越来越像突然了 いい 走 leader 走路